主料,取离一个,糯米100克,百合20克,辅量,冰糖,准备时间,两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该百合提前两个小时泡发,去除发黄的部分,糯米提前浸泡两个小时以上,离洗净,切成小块,所有材料淘洗干净后放进锅里,添加适量清水,先打火煮,煮开后,转小火, 把冰糖放进去,要不请用勺子搅拌一下,防止糯米粘多,煮至粘稠即可,烹饭技巧,不喜欢太甜的味道的,可以不放冰糖,血里也有淡淡的甜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